我觉得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放开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户籍制度 因为这种户籍制度 是逼着大家要生孩子必先结婚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可能不想结婚 你又不想结婚 但是大家政府或者制造政府 很判他生孩子那怎么办 那你只能在法律让步 有非婚生子女想说一样 对那你要说的这个生育 我觉得这专家又在这了 是吧 就是我就说 你又是生育专家 就上次聊过 我知道 咱冻那个卵子的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呢 还活着呢 就是我男朋友他爸有时候会说 说你把我孙子冻在冰箱里 那么挺冷的 你尝试看望他吧 我从来没看过 我看过照片 对 但是我那天看着一个 哪个医学院的那个医生讲 说你这种冻卵的方式 其实将来真正能够成功的 生就一个孩子的概率 15个% 对也不是特别高的 15到20个百分 就15到20 15到20 要存好几个吧 15到20是能生还是不能生 能生 能生出来的 所以几率没有很高 对 是平均来说15到20 但是也许我就80% 也许有的人就0%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这个我不知道 是说肚子还是你自己的肚子吗 将来 不不不 规定 我是可能要准备代孕的 我不太会自己 找一肚子 这很正常 我身边很多人这样 双胞胎三胞胎全都有 很多很多 还不是 对不是说少数的 而且越来越多的人 自从我做了那个以后 我觉得那个医院 应该给我分红 很多 我很多朋友都去那边做 但你这个估计暂时你在国内还不行 国内是他有法律 好像就是如果你没有结婚 你是不可以做这种冷冻的 国内好像对这种代孕 动乱 现在好像还是管理 就是法律特别严 不是商业的也不行 你必须是结婚 证明双方 对 我也去问过 好像说那个金子银行 我说这个能不能借个金子 他说这个得是结婚 而且证明是没有办法生育的 才可以借金子 我说你们俩都什么路子 一个动乱 一个找金子 我们男的 我觉得是很多一种可能性给自己 因为到今天现在 此时此刻你问我 我还是不想要小孩 但是我得给自己有一个 我有可能有小孩的 万一这人都会变的 你说你三十岁 二十多岁怎么想 三十多岁怎么想 谁知道我四十五 是不是那个平民就不行 我打死都得要一孩子那种人 真的很难说 所以你别看徐静雷这个表面上 大得咧咧的 对 我就发现他这个人 实际上是很周密的 就是他老说 你看前有进路后有退路 他就是打算的挺靠谱的 比如说如果是让我 我就做不到 因为我总觉得有些决定做了 做了之后也许错了 那就回不了头 我就不要回头了 也不要后悔了 我往往是宁愿这样想 我对自己没有像 像文章老师这么有信心 因为我是经过过 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我有过一想法 也想觉得是应该结婚啊 生孩子 那是我认为我第一选择的路 到三十岁发现不这么想了 到三十五岁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真的不敢保证 就是 而且我可以就是能不后悔 我为什么要有坚决的 让自己不后悔的想法呢 所以我先背着 但是所以我就发现 这个女人们之间想法 差异非常大 你比如说 我们讨论这事 一说徐静蕾这些方面 把榜样 但是有一女孩就说 她说我觉得徐老师 她要照我的想法 实际上是什么 她肯定年轻的时候 也是想结婚 主要是因为 就说是遇到种种问题 比如说对这个失望了 然后呢 好像给自己找个理由 说我就不爱结婚 我觉得不是 童年那小时候 对我影响没有那么大 而是因为我觉得 我的思想升华了 我现在反过头来想过去 真的就是 其实是受什么影响 全是小时候看的那些小说啊 电视剧啊 就认为生活就是这样 连我爸我妈都没跟我这样讲过 我为什么有这种思想 全是因为看 我们小时候是看琼瑶 琼瑶 对类似那种 然后就给自己形成一个概念 我就应该是这样的生活 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那个不是我的独立思考 是我受我的教育的 和自己看不是教育 看的书的 文化影响 对 对 所以反正其实我觉得琼瑶真的是 我反正就是一直我的言论 其实并不是不婚主义者 我是觉得谁自己愿意干嘛就干嘛 你想要结婚 你觉得结婚幸福 我就恭喜你 你去结婚 我也送你礼物啊什么这些 每个人就过自己觉得高兴 没必要拿自己当一标准 去评价别人 也没必要拿别人的标准来评价自己 肖文大人说 反正结婚不结婚你们都会后悔的 你活着就会后悔的 你临死前说不定后悔一生呢 对 他讲的我觉得特别对 我就是说 生活是非常具体的 就包括世界上每一对男女之间 他们相处的方式 都是不一样的 要照我说将来有一天 男女充分解放了的那一天 都是自由的灵魂的那一天 你去看 男女一样还会有 有的是男主外 女主内 有的是控制与被控制 有的 你比如说我就挺希望找一女的有主意的 因为我要选择困难证 对吧 我买上鞋也得想三天 我就希望赖在他身上 什么真的 我特希望找一游 就徐静雷这样的 不是 我是说 就是我希望什么事都问问这女的 我就是这样没主意的人 那么你说这里边 就你很自信 你敢说出这种 有些很多男人其实没有你这个自信 他觉得不行我都得扛着 其实心里也是你这么想的 他只是他没有自信这样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我这样说出来显得我弱 或显得我没主意 但其实又怎么了呢 你反而说出来我觉得你这人超自信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奇怪 就现在不是说越来越多女性选择过单身的生活吗 不只不结婚 甚至是一个 我不同居 是一个单身生活 我觉得 大家都在把这个当成一个现象来讨论 就是也不恋爱 什么 恋爱 但是不同居 或者不一定稳定的恋爱 那么好像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那女的为什么不结婚 但我越来越觉得 其实真正需要婚姻的 我所遭遇到的人里面 反而是男人 我觉得 其实婚姻里男的是 是一点都不吃亏的 绝对不吃亏 而且是近瞻好处 我觉得是 我也这么觉得 是吗 不 而且 离了婚的男的活的短 离了婚的女人活的长 我是觉得 女人还是得单身 我是觉得社会 其实这点上有点不公平 比如我会这样觉得 就是比如说哪个朋友说他要结婚 我是很祝福他的 我觉得这是不是结婚本身 而是说你觉得幸福 所以我祝福你 对吧 怎么到了我们这儿 我觉得这样幸福 都不祝福我们了 全都说你怎么还不结婚 还有或者像你那朋友说 他一定是收获什么 或者是没有人跟他结婚 为什么全这样 太悲惨了 其实这个反过来 是对我们的不公平吧 我们都对别人很公平 你只要觉得幸福 你想干嘛就干嘛 刘伦涛 你叫几个女朋友都无所谓 除非我站在你女朋友的角度 你觉得王八蛋 你不能叫好的女朋友 其实我们都尊重别人的选择 这样不行吗 就一定要用一个标准要求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纯粹性别 我不了解的 会不会作为女的 她会有那么一个 咱就说比如说怕老 男的我感觉不明显 就是女的 比如说到了四十岁 五十岁 她会不会还是有一颗少女的心 但是她必然会看到 如果我跟一个蒋方舟在一块 年轻漂亮在一块 男人们似乎看她的眼光 比看我多 街上的回头绿 这些对女的没影响吗 我觉得除非是你自己觉得美和年轻 是你自己最大的优点 还有你那个男朋友也好老公也好 就那么肤浅 就认为那个年轻漫威才是重要 除非是这样 否则你不会 她还不光是一个老公或者男朋友 而是一个女的 我现在发现很多女的 她把这个评价标准放在 她希望所有的男的都对她行注目礼 周围 就像她年轻漂亮的时候 所有就像很多明星嘛 她活得很累 对 这是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刚才想说的 就是谁绑架了我们 社会没有绑架 我们父母也没有绑架 我们自己在绑架自己 因为你活在别人的想法当中 但有一点 真的就是我记忆里 还挺惊悚的一个 就是画面了 当然这个我从理智上 很明显的告诉我 我不应该这么想 但时间还这么想 就我之前也是看我的一个 一个前辈吧 他大概60岁 然后和他的这个 他是一个反正也非常体面 然后穿得也都非常的好 然后长得就觉得是一个 依然有这个性别特征 和有性吸引力的一个男性 然后他的太太出来的时候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 你在公交车上和地铁会 让座的老太太 就是没有 没有性吸引 就这个我当然知道 这个理性上 我知道当然都很美 同样的年纪各个都美 但是就是这个感性上 那个画面 我几年前看了这个画面 给我非常大的刺激 就是说一个依然有 男生 他是依然 你说他在交年轻的女朋友 他有这个性 依然有性的魅力 但他同龄的他太太 就真的是一个老太太 真的是你会去服务他 你怎么知道他老太太没有 你也不了解别人的性 我问你 比如说你在乎不在乎 作为一个女性 你对于异性的性吸引力 能不能一直保持在很高的一个荷尔蒙 或者水准上 我不能当一个就是准则 因为我呢肯定是不在乎 因为我是偶像剧演员出身来着 然后呢从小就受到 你吃饱了 很多人那个 然后在我看来 我觉得这样很累 我用不着全世界都爱我 我爱的那个人爱我就行了 其他人爱我 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 你拒绝人家吧 你还得特别小心地拒绝别人 对不对 多累啊 对 在扑不住在出离鬼什么的 更麻烦 对 因为你就不又不能想着不能伤害别人 你要尊重别人对你的这份感情嘛 对不对 其实那样 其实反而挺累 但是 所以我不能当成一个一个正常的例子 你让我说 我肯定是觉得这样 我不需要 我爱的那人爱我 对我来说就把一百分 其他人都是累 就觉得这是宝汉子 不知道恶汉子鸡 就是对我来说我还是属于在两性市场 我刚刚也是还在被挑选的过程中 所以你让我想象一个已经是你知道 我偶像剧的 有一个市场 怎么这么想 这怎么像人肉市场 差不多 你不要这样想 真的 什么叫你被挑选的 你选的 是你挑选他们 有几个能配得上你的 你想想 嘿 我出你的漂亮的 你昨天多勵志啊 多震能量啊 事实就是这样的 我你今天坐在这儿 我没有任何理由想象出来 你认为你是被挑选 这是为什么呀 对啊 你好像是在等点灯一样 对啊 你讲的 咱们干嘛那么自卑啊 真的 真的这么想 你为什么认真的这么想 而且我也想很好奇 你知道她常去相亲 对 对她是相亲史而已 对她喜欢相亲 对 你你 你那么喜欢相亲 或者在期待结婚 你有没有想过就以后 有没有机会会过单身生活呢 嗯 或者你觉得那是不可靠的 非常有可能 就是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我不我不畏惧这一点 但还是说这个 至少现在第一诉求是生孩子 然后呢 生孩子希望他童年 有非常健全的男性形象 不管这个是丈夫 还是男朋友 怎么定义吧 有健全和完整的男性形象 就到目前依然是第一选择 但是也做好了准备 可以说有可能 在这采访我的时候 蒋方舟冒号40岁 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精彩 就也做好了 这种心理准备 就这个画面感非常的强 所以就都可以 但是现在第一选择还是这样 这是我有时候 经常会想不明白的事情啊 因为在我看来 社会已经进步到2017年了 但是比如说她这么漂亮 又自己很能干的一个女孩 她也会这么想 我真的会有点想不明白 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她想体验生活 对 如果体验生活可以 还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怕孤独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伴侣 像你本身是一个作家 我也不怕孤独 你也不怕孤独 我跟你说有一个理由 其实2017年人还是变了 跟我们这个岁数的不太一样 因为我有点机会 接触一些个刚毕业的 这个女大学生 当然咱们说女性 任何事都不能一杆子打一传人 是我接触的一部分女生 我发现呢 她们一般呢 其实就是人活着 都要给自己一个交代 就是说我什么行啊 我有个存在感嘛 对吧 这些一个班里的女生 你看出去 一开始都奔事业 希望出人头地 希望能够干出点什么 但是呢 她们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就是说工作你也没找着 或者说工作也不怎么样 或者说迟迟没有成名成家 就是一开始 现在的女孩倒也是 父母独生子女培养 是想干点出人头地 但是出人头地 这条路独死了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她们有些人出现一个行为 就是结婚 就是你说的后有退路 就是那意思就是说 我事业是不成的 但是你看 我结婚了 我这个功课完成了 或者接下来 我有成果了 我生孩子了 她有时候好像是这么一个 就是有点像考试 每个题要打满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题没做好 你看我还有这一题 如果是你说到这个 趋势变化 你刚刚讲那个 你认识人 我正好是看到个数字 是这个天猫 有她们的消费数据的统计 那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在网上购买大家具 装修工具的人越来越多 单身女人 买大型家具 而且是装修工具 然后而且呢 她们个人旅行的评次呢 也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 你以前你会觉得 一个女的她要结婚 或者要家里有个男人 然后当然你现在 这个想法说 她可以有个退路 但是有以前很多情况 我们觉得 她是不能够完整独立生活的 比如说你家具 你怎么装怎么样 现在不是 现在原来看来 越来越多单身女人 她搞得定 然后比如说 以前你会觉得 女人连出门 一个人去电影院 看电影 都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但现在她可以出门自己旅行 我觉得中国在变 中国真的在变 真的是 你老在美国 她们也就是聊 有时候我觉得 中国有些女性 其实你看她用这词啊 要叫我说 她还是叫弟弟 但动不动说 我是女汉子 对吧 那天我就跟一女的抬杠 我说 你们都就是 说咱们的妈妈 就过去干的这个体力活 抚养一个孩子长大 她什么时候是女汉子 还有人说 说美国那个妇女 有的妇女 能跟男的一块盖房子 说他们也没说 她是女汉子 我说您就自个儿 提个行李箱上楼梯 女汉子 就是其实她还是有点叫弟弟 她还是觉得这个事应该汉子来干 所以她自怜 但我觉得这就是你不对了 人家觉得自己是女汉子挺高兴的 你干嘛要反驳人家呢 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对啊 就等于人家说自己 人家说自己爬上了黄山 觉得自己上了长城是个好汉 你说那算什么汉子 你叫人家往西 上西方浪山 这还当聊天主持人 我的天啊 哎呀你这 很多男女忏悔的 但是我是说啊 现在你看出现什么呢 我有时候觉得 有些人讲这个男女的这个权力的时候 很多女的现在抱怨自己找着都是渣男 对吧 可是你看最近我接触两个案子都是这种啊 90后的就杀妻 动不动就杀妻 你看这个心理学家就分析啊 其实我现在就明白了 就是说咱也甭说男权女权 现在的很多家长教自己的孩子 要叫我说是教他做一个自私的人 对吧 就像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说我直男 哎呀我不承认 我可能有点直男严 但是我再进一步分析 我觉得我也不是直男严 我就是个自私的人 其实就是自私嘛 就想哎 你我有无限的自由 但是你呢自由少一点 然后呢你你你多伺候伺候我 对吧 你你多为我牺牲 可是你看啊 过去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就是说 但是呢他这种不公平 他至少如果全社会都这样 他也稳定 但不得不稳定 但是到了今天你就发现没有 二十三岁的一男孩 也是这么教育长大的 二十三岁一女孩 也这么教育长大的 这两口子掐一块 那就是针尖对卖王了 对吧 这个我觉得你得把我当王子伺候着 那个你觉得你得把我当公主伺候着 甚至父母亲都这么教啊 你得教一个伺候你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女权 它是很多诟病的原因 就确实是因为他要的这个权利太太多和不清晰了 比如说这个高级点的女权 他知道这个要平权 那这个低低低稍微低一点 这是男女平等 那其他就更低的 他觉得这个老公给我买包包 情人节给我转 520 什么1314 就是他觉得这也是女权 所以就变成女的什么都要 那其实很多诉求并不是基于一个这个社会公平的诉求 是基于这个自私的诉求 但都被装在一个女权的框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恰好也是为什么 其实他不是女权 他其实就是自私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女权最被诟病的一个原因了 但是那是对女权的误读啊 不能以这个为标准 当然 那就是说在就是怎么讲 这叫中华田园女权吧 就是说以这个更 就是因为要求的更清晰 我们才能更公平的去看待她 当她所要所有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所谓女权和直男癌的斗争 就太相互破脏水了 我觉得就是平等 我们并不是说要求我们优于男人的权利 就是说我们各有各的优点 比如你体力好 对吧 我可能细心一点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平衡 女权应该 但有一点 就作为人的权利的评论 就这么简单 对最开始就是说 应该女权是从有堕胎的权利开始 也错 还有投票权 对对对这些东西 对 所以现在老板女权 我觉得妖魔化 好像女权就是我们要求比男人还多的权利 绝对不是 根本就不是 对只是说你有的权利我也有 没错 就这样而已 那就是这样子 那比如说我问你好比说你跟老公也不是老公了 好比男朋友 你们在家庭里的这个分工会怎么有矛盾吗 一点矛盾没有 我就事先就说清楚 我永远都不会倒垃圾 我从小就恨倒垃圾 倒垃圾这件事永远也不要让我干 那什么 以前就说好了 对啊 那行 他倒垃圾 你呢 对啊 我想干就没 不想干就不干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活出自己的精彩 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 其实两个人的关系要存 要停留在 就基本的准则是互相尊重 其实为什么很多关系 其实我们老说就是理所当然 你就觉得你女朋友就理所应当的应该照顾我 凭什么谁也不应该照顾谁 谁今天照顾了谁 都是给别人的一个礼物 你接收的人也要感觉到 他不是应该为我做这件事的 但是他为我干件事 我感谢他 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应该这种关系 不是说相近如宾就一定就是俩人就不好了 或者是 那就对了 因为就是要你也尊重我 我也尊重你 这种关系才能长期存在 而且这是一个基本的 难道你对任何人不应该从根本上尊重他的独立 跟尊重他的想法 尊重他很多东西 无非是说他的想法你不同意 我们太不一样了 那分手呗 没错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常常说女权出问题了 在中国 并不是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出问题 而是人出问题 是那些 有些人怎么样 他不只是误解 其实他就是自私 或者他不知道感恩 或者他有种种 自己的 对还有一点不好意思 我觉得其实有的就是 其实就是没有礼貌 就比如说 很多女性他在网上说 我想睡谁谁谁 我想睡送中机 我想睡谁谁谁 你换成男的来说 其实就很尴尬 但我觉得对于女的来说 他这样说也有点不礼貌 其实我觉得是包括你说的自私礼貌 但你刚才说那个情况 今天之所以大家觉得被允许 是很奇特的 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 好像觉得男人如果在公开场合 一起议论这个女的身材怎么样 想跟她怎么样 觉得是一个很不得体的事情 反过来讲 女人们在公开场合去议论 哎呀 我跟宋中机怎么样 我们就觉得好像稍微能接受 为什么 这恰恰说明 在我的角度里面是因为女性处于弱势 这就相当于在美国 我们看到白人 如果一个节目以白人为主的话 在里面公然笑话黑人 这样那就绝对完蛋 但反过来那种黑人电视台 没天到晚笑白人 是可以 为什么 恰恰因为他在弱势 现在就是有些人就说呀 你怎么看 包括现在影视剧 就说小鲜肉当道 那有的人就说 说小鲜 说你们说男的 什么把女人当一个肉体看 那是品位低下 对吧 那难道说女的就可以把男的 当个男色 你整天这么来议论 甚至放在屏幕上来议淫吗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 我拍有一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给过我一个文案 说什么鲜美肉体集中营 我当时看了那文案 就急了 电影剧本啊 不是 宣传文案叫什么 鲜美肉体集中 那时候我已经两年休息 没拍电影了 我说 我说你们这文案写的是什么 怎么那么恶心啊 他们说这是一个说法 现在什么就讲男生是这样讲的 我其实第一反应也是 这有点对人家 也不是特别尊重吧 或者这词不好听 主要是 你要说他长得特别帅 特别酷 特别什么 我觉得也行 什么鲜美肉体 我每次看到这种词 我都觉得 我会觉得有点 挺恶心的 我觉得 是不是 但是现在我后来才知道 这词已经变成一个好像很 没错 很通行了 对 什么小鲜肉 我也是真的过了一段时间 才接受这种说法 我觉得这个这么说 其实对人家有点 我觉得很恶心 我总是听到小鲜肉 我总是联想到小笼包 对 人家也是一个长得好看的男孩 你怎么就为什么一定要管 就成了肉了 对啊 但是你觉得 通常过去传统认为 男的是可以仅仅 因为女人的肉体 对他有性欲的 女人你们觉得会吗 当然会了 就是没有什么内涵感情之类的 就纯粹就是一个 当然会了 女人也会 我们女人也是生物来的 对啊 而且是欲望 更强的生物 也会跟欲望更强 但是一样的 都是有欲望 看到美好的东西 或者所谓性感的东西 当然每个人性感的标准 又不一样了 肯定是会有 你觉得什么样 可能的反应 我觉得 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觉得教育好 朋友教养是一个非常大的性感 你觉得什么算性感 会打架的 为什么这么苦的抽身 她这个小女生 我真的是 小时候就是班长 然后所以你知道 从小到大就是班长 就喜欢坐在最后一排的男孩子 坐在最后 然后我小时候 其实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小时候特别 高中时候特别喜欢 我暗恋我们 坐在最后一排 一个特别坏的男孩 然后有一次 我过生日那天 谁都没告诉我 然后上晚自习 我在监督大家写作业 然后忽然那个 我喜欢的坏男生 冲上讲台 说这个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人的生日 然后我有些话想说 然后你知道我当时 就整个那个所有这个粉红色的泡泡 全部都涌上脑海 然后你知道都准备好站起来拥抱他 他说今天是一键连的生日 然后我们一起 祝阿联生日快乐 真的 方先生 没关系 过去的事宜就让他过去 然后小时候喜欢我们的一个 这个小学时候喜欢我们年级 就是这个黑社会大哥 那种小学时候的黑社会大哥 然后我的闺蜜是一个美女 然后那时候这个闺蜜老被这黑社会大哥跟踪 放学回家路上 我这闺蜜他就特别的生气 他就说那每次放学之前我们换衣服 你换我的我换你的 然后所以我每次就换上闺蜜的那个衣服 然后这个大哥就跟踪我 然后每次跟然后跟踪的时候 他就看到我正面就说 哎 糟 然后就转身 所以你知道我的这个责偶 完全是伤痕心 你可以写伤痕文学 我可以写伤痕文学 所以你知道你看他说这个就说明什么 我就发现还是上帝说的对 不是坏事 耶稣说的对 就是你不要论断人 你要很小心的论断人 一个人呢 不管他持什么观点 什么立场 什么思想 什么男女关系 总有他你不了解的内情 对不对 因为很多女孩其实喜欢坏男人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 我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 我们小时候都是喜欢那种 如德华演的小混混 对全世界都不好 但就对我好 对对对对 女人是有这种有一点这种 然后骑个摩托车把你带去拿 对对对对 小时候让他留着鼻血 跟谁都打架 然后但是就对我一往情深 我他打架说 帮他拿着衣服喝的手机 就是据说这也是基因里的一种力量 就是说他过去啊 这个人类他需要对一些个爱冒险的 爱出圈的 爱打破这个这个习俗的 打破这种这种清规戒律的 因为他可能蕴含着人类进步的可能性 对文道老师 你觉得这是不是其实也是一种征服欲吗 就是因为他很坏 所以他很难被征服 那如果被我征服了 那就是成就 所有人都坏了 我觉得是的